菊落鸣骨 菊落在这道菜里指的是鸡肉 鸣骨又称鱼骨鱼脑 是用鲨鱼的软骨加工而成的干制品 质感柔滑 制作这道菜所需的主料是水发鸣骨500克 罐头蜜菊250克 需要的调料有湿淀粉50克 冰糖300克 这道菜的具体做法是 将水发鸣骨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块 然后把它放入废水锅中 用中火煮三分钟 然后再改用小火煮两分钟 捞出瀝干水分 将清水倒入炒锅中 然后再放入冰糖 用中火烧至冰糖融化 冰糖融化后 把鸣骨放入锅中 用中火烧沸 用中火烧沸 三分钟后 下入蜜菊 等到水沸时 撇去浮沫 然后用湿淀粉 勾芡 现在盛在一瓶锅中 即可 做这道菜的时候 要注意 鸣骨要纯软柔糯 才能达到成菜的要求 另外 注意勾的芡要薄一些 这道菊烈鸣骨的特点是 色泽鸣快 清甜可口 增测 增测食欲 第二in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